大家好 又来到我们的汽车咖啡馆时间 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和大家吹吹吹吹聊聊天了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点特别的东西 我们要聊的就是我国的第四大日式品牌 Mazda Mazda 这几年非常的火红啦 它旗下的车款在我国卖得非常的好 一部分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把热门车款都在本地生产 因为在本地生产的车款有税务的优惠 所以它的车款价格都非常的有竞争力 因此卖得非常好 那么未来Mazda 在马来西亚有什么计划呢? 今天的影片我们就会聊这个话题 因为未来有很多Mazda新车即将CKD的方式登陆我国哦 在这之前呢 Mazda 马来西亚总共有几款车型在CKD 包括了上一代的这个Mazda 3 Mazda CS5 以及Mazda CS8 但是随着Mazda 3 改款之后从日本完全的进口 所以目前在本地生产的车型 就只有CS5 还有CSX 两款 而且值得一提的是 这两款车型生产不只是供应 本地市场 还包括了出口像是印尼啊 泰国 菲律宾等等的东南亚市场 所以说马来西亚是Mazda 在东南亚一个非常重要的生产基地 我们其实可以看得出是相当重要的 因为就算连着一个CS5那么重要的车款 都是在本地生产出口这个泰国 而且在之前呢 Mazda 一个财务报告中也显示了 他们未来会在马来西亚追加投资 扩充这个本地的生产阵容 那么本地的生产阵容 扩充来干嘛呢 就是为了投产更多的新车款 在今年早些时候呢 一个调查机构发布了一份报告 Mazda 在本地的代理Bermas 即将在位于Kulim的工厂投资2亿令吉 将原本的年产量3万提升到年产量8万 而且呢 当时的报告就披露了 有一款新车会以CKD 就是这个Mazda 的首款纯电动车型 MX30 这个MX30 一开始就觉得在本地生产 好像有一点点 不太max sense 因为电动车嘛 但是实际上呢 未来Mazda 会为这款车呢 推出一个混合动力的版本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这个MX30 就会成为 Mazda 在本地首款 CKD 的这一个 Hybrid 车型哦 在不久前 这个Bermas 的高层 Dato Francis Lee 在接受本地媒体采访的时候 他就表示了 未来呢 会有三款车型 会在本地生产哦 你们猜一下是哪三款 第一款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 MX30 接下来第二款 就是 CS30 CS30 这款车呢 其实在本地有着非常高的冷气啊 但是因为目前是全日本进口的关系 所以导致它的售价会有一点点的高 而Bermas 也看出呢 这个SUV 市场在本地的蓬勃发展 所以才会决定将这个 CS30 进行CKD 这个CS30 是什么车款呢 我们就为大家复习一下 它其实可以看作是全新一代 Mazda 3 的这个 Crossover 的版本 但是为了操控表现呢 所以它的轴距稍微缩短了一点点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CS30 和这个Mazda 3 的这个两者啊 设计上面都非常的接近 而且它们的内装 基本上可以说是80%的类似哦 同样的这个CS30 维持着非常出色的操控表现 因为目前 Mazda Malaysia 只有两款 SUV 在CKD 一款就是CS5 一款就是CS30 而CS5 其实也有非常多的竞争对手啊 在这个领域竞争是很激烈的 所以Bermas 选择在本地CKD CS30 的话 那么不仅可以提升品牌的竞争力 还可以把这个品牌的这个销量进一步提升啊 其实在过去几年 Mazda Malaysia 每一年的销量都超过一万辆 稳稳地排在了前十名 如果它们进一步引进更多的新产品 价格有优势的话 那么它们要威胁到Nissan的第五名地位 其实并不难 而且这个CS30 CKD 如果降价的话 我相信它会成为 续这个CS5 之后 Mazda Malaysia 另外一个爆款的车型 目前啊 这个Mazda CS30 在本地有两种引擎可以选择 分别是2.0的Sky Active G 自然进气引擎 以及1.8的Sky Active G 柴油涡轮增压引擎 这个2.0的自然进气引擎 本地的消费者应该是相当熟悉的 这个1.8的柴油引擎呢 动力表现跟油耗表现都非常的不错 相信可以吸引到一部分的消费者 至于在CKD 过后的CS30呢 会不会多一个新的 Powertrain 而这个新的 Powertrain是什么呢 在这里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那就是啊 其实Mazda 在未来呢 他们会在这个北美市场率先发表这个 CS30的Turbo 版本 这个Turbo 就是我们熟悉的 2.5的Sky Active Turbo 引擎 最大马力可以达到 230 EPS 峰值扭力 420 Nm 在之前 Mazda 已经为这个 Mazda 3 推出了这个涡轮增压的版本 而就像我们刚刚说到的 这个Mazda 3 和 CS30 其实是双胞胎的车型啊 所以未来呢这个CS30有Turbo 引擎 其实是非常合理的事情 还有一点 大家要知道的是 目前我国所CKD的CS5 也是有Turbo 版本哦 所以如果未来Bermas在本地CKD CS30之后 引进这个涡轮增压版本 大家千万不要奇怪 而且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因为作为这个Mazda 最主要的这个战略车型啊 CS30有Turbo 绝对绝对会加强它的竞争力 到时候它可能就会成为本地最强的 Crossover啦 至于最后一款会CKD的车型 是什么车型呢 大家猜猜看 OK啦我直接告诉大家 它就是新一代的BT50 也就是皮卡 上一代的BT50呢 其实是Mazda 和Ford 联合开发的车型 因为当时的Mazda 还是 归属在Ford集团下的子公司 但是在2011年之后 Ford因为本身的财务危机把Mazda卖掉 所以Mazda 才会成为之前独立的公司 而在成为独立公司之后啊 开发上面 这个成本就变得非常的高的 所以Mazda 才会找上 Isuzu 合作来开发新一代的BT50 这个BT50在国外已经发布了 它继续采用了这个 Mazda 引以为傲的 Cordor 设计 也因此 让它成为了目前市场上 最帅气的皮卡啦 而且你不要以为它帅气 它就不实用了 实际上它延续了非常多 Isuzu DMAX 的优势 例如说 拥有强大的载重能力 和强大的越野能力 同样的 它也使用了目前 皮卡市场内排气量最小的 1.9公升柴油涡轮增压引擎 它的最大满力表现是150PS 峰值流利350Nm 这样的引擎动力 其实在这个BT50或者是DMAX上面 都有非常出色的动力表现 而且重点是 它的耐用性和油耗都非常的好 而对于这些用皮卡工作的人来说呢 1.9公升的这个涡轮增压引擎呢 代表的是更低的入税 每一年的入税大约是400块而已 在BT50 CKD 之后呢 我相信以它这个低廉的入税 帅气的外表 加上CKD 过后有优势的价格 应该会让非常多的本地消费者选择它 未来呢 如果BT50 成为我国市场皮卡的搅局者 你千万不要意外 因为就连我都很喜欢BT50 自从Mazda 在国外 开始推动这个Cordor Design 还有Sky Active技术之后呢 连带本地的Mazda市占率 节节的攀高 去年呢 Mazda 是我国排名第六的汽车品牌 它的销售达到11000辆 虽然和第五名的Nissan还有差距大概是1万辆 但是随着这些新车 CKD 呢 加上价格有优惠 而且本身就很强的品牌优势呢 Mazda 要威胁到Nissan的这个第六五名地位啊 其实还是有可能性的 当然这些还是要看这个产品的价格 还有竞争力 不过我相信的 Mazda 是可以做到的 而且除了在本地销售之外啊 本地 CKD 的车款 还会出口海外市场 这也证明了本地的产品 对于国外来说啊 是有一定的品质优势的 Vermas 也不是唯一一家在本地 CKD 然后出口海外的品牌 很多品牌都有 证明了Watan Malaysia 的Quality 还是很好的 OK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影片的全部内容 你对以上三款即将 CKD 的 Mazda 车款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影片的下方留言让我们知道 OK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by bwd6